大家好,我們現在要正式進入第二講的部分。 在第一講裡面呢,我們跟各位闡述的現象呢,主要是關於靜電荷,就是靜止不動的電荷所造成的電場跟電位的概念。 那麼在第二講中間呢,我們主要闡述的是,當這些電荷會跑的時候,會形成所謂的電流。 那麼電流會造成哪些效應,還有怎麼樣分析在電路裡面電流的影響。 在第一節裡面呢,我們先談電的流動。 我們從最基礎的誰發現了電流的概念開始,來跟各位定義所謂的電流。 那麼在這一節裡面呢,我們主要跟各位介紹青蛙腿跟電池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。 在上一講裡面,我們曾經提過是誰發現會跑的電荷呢? 這是英國科學家Grey,他在1733年的時候呢,意外發現透過摩擦,當玻璃管可以吸引紙片的時候呢, 這個時候把玻璃管塞住的那個軟木塞也可以吸引紙片。 所以他就猜想這個電荷呢,可能會從玻璃管跑到軟木塞裡面去。 因此他提出了電會跑來跑去這個概念。 那麼他透過很多不同材料的測試呢,確定有些材料呢,電會跑過去,有些材料電不會跑過去。 而提出了所謂導體跟絕緣體的差異。 那麼關於導體的定義呢,我們在下一節裡面會再討論一次。 不過在這一節裡面呢,我們主要談的是電流,到底是從誰提出來的。 在Grey的研究裡面呢,他提出來電荷好像會跑來跑去,可是他並沒有提出來這個就是所謂的流動的概念。 這裡面有個很不一樣的東西是,把電跑來跑去稱為電流,這件事情呢,基本上是套用了所謂的流體的概念。 那麼這個到底是誰想出來的呢? 這時候又要提到偉大的科學家富蘭克林。 在電學方面,他確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貢獻。 那麼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他提出了電流的概念。 那麼剛剛提到呢,這個電流的概念跟所謂會跑的電荷,最關鍵的差別呢是, 富蘭克林把這個會跑的電荷想像成一種流動的,就像水一樣的東西,一種流體。 那麼這個,他認為這個流體呢,會在不同的材料裡面跑過來跑過去。 而他認為呢,這個電就像是一種沒有重量的流體。 而且所有的物體裡面都存在著電這樣的流體。 那麼如果一個物體呢,得到了比他正常的,應該有的電更多的電荷的話呢,他就變成帶正電。 那麼如果一個物體呢,流出太多的電,使他帶的電量呢,比原來少的話呢,他就被稱之為帶負電。 所以呢,他的那個時代所認為的正電跟負電的概念是這樣。 而且他的概念是在跑來跑去的,電荷其實是正電。 也就是說電流呢,事實上是正電的流動。 但是富蘭克林提出這個概念之後呢,沒有對電流有更進一步的具體的研究。 那麼到底到什麼時候才有人真正的對電流做比較詳細的研究呢? 那這個就要提到義大利的科學家Gavani。 那他事實上呢,是一位解剖生理學家,並不是物理學家。 只是說呢,他有一天在做解剖青蛙的實驗的時候呢,意外發現,當他的金屬解剖器具碰到青蛙的時候呢,青蛙腿就抽動了一下。 關於這個起源事實上有很多種不同的講法,有人說呢,是因為當時外面在打雷閃電,所以他桌上的金屬器具呢,就帶了靜電。 也有人說呢,是因為他在剝青蛙皮,因為我們前面學過摩擦會產生靜電嘛,對不對? 所以在剝青蛙皮的時候呢,就使得他的手上的解剖刀跟鉗子帶了不同種類的靜電。 而當他把這兩個解剖刀跟鉗子碰到,同時碰到,一隻青蛙腿的時候,這青蛙腿就抽動了一下。 那青蛙腿抽動一下,其實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,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中都有看過青蛙腿的抽動。 或是說已經死掉的組織,如果你看它通電的話呢,它可能會動。 但是在Gavani這個時代呢,這個現象造成了Gavani思考,為什麼這個當兩個金屬器械碰到青蛙腿的時候呢,這青蛙腿會抽動一下。 那他進一步的研究發現,如果只用一個金屬器械去碰,譬如說我只用刀子,或只用鑷子去碰的時候,這個青蛙腿就不會抽動。 所以他經過不斷反覆的思考跟驗證的結果呢,他認為這個事情呢,跟之前萊頓瓶造成老鼠或公雞被電死的情況非常非常的像。 也就是說當他把兩個金屬器械同時碰到青蛙腿的時候呢,他認為形成了一個電流的回路。 因此這個青蛙腿會抽動。 那麼這個事情呢,事實上,在經過他非常長的研究之後呢,奠定了所謂電生理學的概念。 一個科學家會在歷史上流明呢,通常是因為他推翻了一個原本根深蒂固的概念。 那麼Gavani到底推翻了什麼概念呢?Gavani真正重要的,在生理學上所建立的概念是,肌肉的抽動是一種電的現象。 早期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呢,大家認為肌肉為什麼會收縮呢?肌肉的收縮可能是因為裡面的流體,或是也有人認為是氣體,流入這個肌肉裡面。 你可以想像一個氣球。如果你把一個氣球開始沖水的話呢,把一個氣球拉長沖水的話,氣球會變短,然後會膨脹。 這個很像你的肌肉收縮的感覺。如果你把一個肌肉素裡面沖滿液體,它會收縮、會膨脹。 所以呢,早期的人們認為呢,肌肉會收縮的原因呢,是因為有流體流進去,而造成它的收縮。 那麼Gavani呢,真正推翻的重要概念是這一個。他告訴大家說,誒,這個可能是一個電的現象。 那麼當把青蛙腿即使死掉了之後,充電的話,通電的話呢,它都會產生收縮的現象。 所以您可以看到在Gavani的肖像裡面呢,事實上如果仔細看到它下面的手,上面拿的就是一隻青蛙的腿。 那Gavani呢,因為這個對於電流的意外發現的研究呢,它也在後世留下了非常多的名字。 譬如說像我們所謂的減流劑,減測電流的儀器呢,就叫做Gavaniometer。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,我們之前講說科學家呢,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呢,是常常能夠類比,能夠想像。 Gavani也有這件事情,他看到這個肌肉收縮的時候,他想到的事情是,萊頓瓶電動物的實驗。 然後他認為這是相通的一個類比。 那麼另外一個特徵呢,是對於意外發現的現象呢,會進入很深入的探討。 那麼這個也是科學家常常會有的一個特徵。 那麼接下來呢,當Gavani發現說,誒,這個當電路通電了之後呢,青花腿就收縮。 這件事情,下一個問題就是,那到底電存在哪裡。在Gavani的實驗裡面呢,青花腿基本上就當成一個減流劑, 就當它通的時候,青花腿收縮,這表示有電流。但在Gavani的概念裡面呢,他認為青花腿不只是檢測電流的減流劑而已。 他認為這個電荷的來源,基本上就來自於這個青花腿本身。 也就是說呢,它的概念是所謂的動物電。 他認為這個電的來源呢,在動物的肌肉裡面。 所以呢,當我們把旁邊的金屬接上去之後呢,整個形成一個通路。 的結果呢,這個動物電呢,就被釋放出來,於是形成一個通路。 那這個動物的肌肉本身呢,也可以用來檢測這個電的存在。 那他提出來的類比的概念呢,再一次的,所有的科學的研究,基本上都是來自於這樣子類比的想像。 他提出來的概念呢,是電慢。 當時已經很多人知道,有一些動物體帶有電。 你去觸摸它的話,會感到麻麻的感覺。 那這個跟去摸萊頓瓶是一樣的。 所以呢,Gavani說,欸你可能就像電慢啊,它身上也有帶電。 所以呢,電應該是存在動物的肌肉裡面沒有錯。 那這個事情呢,當時也受到很多人的贊同。 在同一個時期呢,有一位意大利科學家Volta,他也重複了Gavani的實驗。 也就是把兩個金屬導線呢,碰觸動物的組織之後,欸發現這個動物的組織會抽動。 那事實上當時還有很多人呢,是拿兩個不同的導線去碰自己的組織,譬如說碰舌頭。 然後就發現舌頭會有麻麻的感覺這樣子。 那Volta呢,做了這樣的實驗之後認為,這個電未必是儲存在動物體中。 他認為應該是儲存在金屬裡面。那到底誰對誰錯呢? 因為Gavani那時候的實驗發表之後呢,造成非常大的轟動。 所以大部分呢,是比較傾向於Gavani這邊的學說。 而Volta的所謂的金屬電的概念呢,受到很大的打壓。 那在科學的歷史上呢,基本上呢,有很多這樣的例子。 也就是說,在科學上的研究裡面發現一個現象之後呢,會有好幾種不同的機制來猜測到底為什麼會形成這個現象。 這個就是科學上非常珍貴的一個過程。當有不同的猜測的時候,那接下來要怎麼辦呢? 接下來基本上就要靠一些實驗來驗證到底哪一個機制是正確的。 所以呢,我們可以想想看,在Gavani這個實驗裡面呢,他同時有金屬,同時有生物組織。 所以要說他是生物組織來的電,好像也是很有可能的。那Volta認為呢,是從金屬裡面來的。 所以如果要證明Volta自己是對的話呢,他勢必要在他整個電路裡面移除掉生物組織這個成分,才能夠驗證這件事情。 所以為了要驗證這個電流的產生,到底是不是跟動物組織有關呢?Volta勢必要設計一個實驗把動物組織的部分從電路裡面移除。 那Volta最早期呢,一開始做的實驗呢,是他把金幣跟銀幣連起來,然後放在嘴巴裡。欸,他也會覺得嘴巴舌頭這邊麻麻的,感覺就好像被電到一樣。 不過這個實驗沒有鼓勵各位進行,現在要買到金幣跟銀幣應該非常不容易。那麼在這個實驗裡面呢,因為同時仍然有金屬,還有動物體,也就是人體本身。 所以呢,Volta這個實驗仍然不能告訴大家,欸,這到底是金屬還是動物體造成的電荷。 那到底要怎麼樣把來自於動物的影響移除掉呢?Volta從萊頓瓶的實驗裡面得到了靈感。 在當時呢,萊頓瓶的實驗非常非常的風行。所以中間有一個實驗呢,是把萊頓瓶的正極跟負極,用導線連出來之後呢,把兩個導線非常靠近。 那靠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,它中間就有火花產生,而且還有飆滋飆滋的聲音。這個呢,是當時非常大家覺得非常好玩的一個實驗。 所以呢,Volta認為,如果他的想法是對的,兩個不同的金屬之間帶的電,跟所謂的萊頓瓶帶的電是一樣的東西的話呢,他把兩個不同的金屬之間用導線接起來,非常靠近的時候呢,應該會產生火花。 而這樣子的通路裡面呢,就不再有動物的組織。那麼,另外一個浮打的洞見是在於,因為之前的通路裡面呢,有動物組織的存在,有一個共同的特色是在於,譬如說青蛙腿。 它仍然是浸在食鹽水裡面的,譬如說我們的舌頭,這裡面有唾液的存在,所以都是潮濕的,而且是含有鹽分的溶液在裡面。 因此呢,Volta就大膽的猜測,如果把兩個不同的金屬,中間用鹽水夾起來,然後再把這兩個金屬用導線接出去,這樣應該也可以產生一個一樣的電的通路。 所以呢,基本上呢,Volta就一開始用銅的金屬跟鑫這樣的金屬兩片,然後中間呢,用布浸滿了鹽水把它夾在一起。 然後在銅片跟芯片上面有兩個導線分別接出來,那他很驚訝的發現這兩個導線接出來之後,在靠得非常近的時候,果然可以產生火花。 因此驗證了這一整個通路裡面,即使完全沒有生物組織的存在,也可以產生電。 因此驗證了這個電的來源呢,應該是來自於這個金屬片,而不是來自於那個動物組織。 那麼他後來又做了一件事情是,欸他想,如果這樣兩片接起來就可以產生這個火花的話呢,那我如果多疊幾片,會不會產生更強的火花呢? 想不到竟然真的對欸,他越疊越多片的結果呢,這個通電產生火花的這個威力就越來越大。 所以呢,這就是為什麼福打所做出來的電池呢,一般稱為福打電堆。 因為他真的是很多片一層一層這樣堆起來,就像在照片裡面各位看到了,這樣就叫福打電堆。 那麼這個呢,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電池出現。 這個電池出現呢,對後面的科學研究呢,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的。 我們準備了三個金屬塊,一個銅塊,不鏽鋼,還有鋁塊。 我們把不鏽鋼疊在鋁塊上面,量量看他們之間有沒有電位差,現在是沒有的。 接著,我們拿一張沾有電解質溶液的衛生紙,放在金屬塊的中間。 再測量一次。 會量到一個大概是0.43伏特的電位差。 現在把不鏽鋼,換成銅塊。 會量到一個也是接近0.43伏特的電位差。 如果我們把下面的鋁塊,換成不鏽鋼。 如果我們把下面的鋁塊,換成不鏽鋼。 會量到一個接近是0。 大家可以想想看這三個數字之間,有什麼關聯性呢? 那麼在這邊稍微差題先講一下,我們講到浮打電堆這件事情,會讓人聯想到在物理學裡面講電壓的單位叫做浮特。 這個浮打跟浮特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呢? 我們如果從網路上查一下Volta這個人, 的話呢就會發現呢,他最重要的貢獻呢,就是發明的電池。 那麼這個發明的電池呢,如果看他後面的說明的話也會說, 所以為了紀念Volta呢,就把他的名字Volt定義成電壓的單位。 所以呢,這很有趣。事實上呢,如果各位回想一下,從前在物理課裡面呢,你一定會聽到浮特這個詞。 可是在化學課裡面呢,講電化學反應的時候,多半會用浮打這個人。 不過事實上他們基本上就同一個人。 只是說在歷史上呢,翻譯的差別呢,使得我們現在沿用到現在,可能已經很難改變這個現象。 當然也有些人把所謂的浮打電堆,稱之為浮特電堆,試圖把這個現象扭轉過來。 不過我想目前在兩個領域裡面,化學裡面都不還是用浮打,而在物理領域裡面都不還是用浮特。 所以要提醒各位這兩個其實是同一個人。 好,那剛剛提到說電池的發明呢,對後世的科學人就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響。 這最主要是因為呢,有了電池之後呢,我們就不再需要用像萊頓瓶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來提供電源。 萊頓瓶提供電源基本上還是需要靠摩擦升電,然後把它存到萊頓瓶裡面。 並沒有很多人像富蘭克林那麼勇敢用閃電來收集電源。 可是一旦有了電池之後呢,大家就可以開始擁有一種非常穩定的電流的來源。 所以對於電的研究呢,開始突飛猛進的進展。這個呢,Volta的貢獻呢,是非常非常巨大的。 那麼到底在後世來說有什麼很大的影響是由電池造成的呢? 緊接著Volta之後呢,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國化學家David。 那麼他的最主要的工作呢,就是利用了電的來源呢,產生了很多電解的反應。 因此分離出許多元素,包括了納、甲、斯、鵬、綠、弗、點這些元素都是他發現的。 而這最重要的原因呢,就是有了電池之後呢,他可以做非常穩定的電解的實驗。 然後順帶一提呢,前面提過的法拉第,他就是David的助手。 也就是David把法拉第提拔進去英國科學院裡面,然後後面造成的法拉第對於科學上面,尤其是電池學方面非常重大的影響。 那麼除了David之外呢,有了穩定的電流源之後呢,也才會有後面對於電池反應的一系列的研究。 那麼這個部分呢,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所謂的電流的磁效應。這是由丹麥科學家Oster發現的一個效應。 那麼這個部分呢,我們會在後面的第三講,再為各位介紹。在這一節的最後呢,我們來為各位介紹一下電流的定義。 我們用I這個符號呢,來代表電流。電流的概念是在單位時間之內通過的電荷量,叫做電流。 那麼我們用安培這個單位呢,來代表電流。一個安培的大小呢,相當於是每秒通過一庫輪的電量。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電荷量。 那麼電流的方向呢,則定義為正電荷所流動的方向。從我們剛剛的討論裡面,你可以猜猜看,到底是誰造成這個影響,使得電流的方向定義為正電所流動的方向呢。 然後在最後呢,我們用一個問題來作為這一整節的結尾。請問,根據電流的定義,電流到底是一種存量,還是一種向量呢?請各位在線上回答這個問題。 我們要注意到的是什麼問題。 好嗎? 謝謝大家,我們要注意到其實。 我們會覺得自己的一些電流的問題。 我是有問題。 resistance。 我們是有問題的,有問題的問題。 我們現在不想點進來。 我們會怎麼看,我們等一下。 我們可以謝謝大家。 我們來就為了解說。 我們不會讓大家 earns一點點錢。 我們可以,我們可以有問題嗎?